2017年3月28号 百歌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来自新洲日报的评论 题目是政治艺术决定国家未来 政治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 新洲日报风起播声专栏作者林瑞源认为 巫统正对355法令修正法案这个课题 施展这样的政治艺术 首先法案据说将特别著名 只适用于西马不包括东马 这很明显的是为了安抚东马国阵成员党 其次法案据说也会著名 仅适用于穆斯林不包括非穆斯林 政府草拟的法案也会稍微降低哈迪的刑罚建议 此举则是为了要安抚马华民政党及国大党 作者认为目前微妙的政治局势有利于巫统的谋划 譬如马华与行动党针锋相对 公正党土著团结党及成性党各有盘算 让巫统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另外反对党进入肝绑及肯治区演说时 避开敏感的355法令 这也让巫统及一党主导了这方面的舆论 最后作者预料 这次国会会议延长两天 就是为了提成355修正法案 一切变化就在这十多天的推演 到底是巫统领袖的谋略成功 还是马华等政党能够力挽狂澜 国家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 我们的心怎能不悬在半空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新洲日报的评论 题目是小云和小吉 马云旋风式来马 不是留下和许多大人物的WIFI 也留下许多金颗玉绿 掌声响起 似乎已经看到大马出现 另一个阿里巴巴网购巨业 成功在望 无声欢腾 相反的 另一些人龙眼旁观 业余大马从来就不缺大型计划 但是都是胎死不忠居多 新洲日报《下班的路》专案作者黄小红认为 一个计划会不会成功 其实不是看有多少人批评 而是有多少人参与 更多人的成就才会造就国家的成功 与其批评 不如走进计划亲自体验 作者也提到 大马网上经济应该要从外国买进来 发展为卖出去 这条电子路就要建了 就看谁要助梦还是发梦 马云希望为大马带来改变 但如果大部分人思维不变 就算十个马云来作证 也不会有成果 只有努力加行动 才有可能变小云 那就是小马云 光做着批评 而没有参与 就只能做小级 就是人生只得个级字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混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